这一段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印竹也特别有这一段 也类似这段故事的开始 印竹说 即夫妇之轮若一贪免 必至上身云命 这一段取舟许信这位解推 就是这里讲的夫妇之轮 虽然是夫妻 这个轮场 但是如果你太贪爱沉迷这个淫义 必遭住上身淫命 亦有不够贪 但是亦有不贪的 但是他不知道机会 冒昧从事以至于死亡 就诸堪灵敏 实在让人家很灵敏很同情 印竹有编了一本 寿康宝剑 在印竹那个年代有编这本书 这本书寿康宝剑 现在也流通的非常广 已经翻成白话 这个是前嫌所编辑 不可录 说明色意之害 以及借淫之意之格言 浮善厚隐之正案 持戒的方法日期 计会的时间 十次人士 里面都有 逻析调整 都有记载的很清楚 印竹认为这本寿康宝剑 可以绝世救命 肯切做志 那么跟这个故事一样 发生在民国那个年代 有印竹的一位弟子 我们就来把他讲出来 印竹在寿康宝剑流通的时候 特别为他这个弟子回向 这个弟子是四川人 是罗继桐 他当年的时候才46岁而已 他是经营轮船A的 在上海经营轮船A 就是商船 他个性非常的善良忠厚 而且相信佛法 印竹当时有几个在家记事 都是当时很有名 就是编辑这个印光大师文超 其中有一个叫关炯之 这个在印光大师文超里面 有提到这个关炯之这位居士 这关炯之跟这位罗继桐 有一起办了一个禁列社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进中学会 在民国十二三年 这个罗继桐常想到 零年三来过印竹 可是因为事业太忙 没有办法 民国十四年 因为生病肚子膨胀好几个月 非常危险 中西医都没办法救 到民国十四年的八月十四号 他在整理这个药 吃药的这个账单的时候 因为金钱花太多钱 在生气的说 从此重视不再吃药 他就当时可能这个药会太多了 他说我宁可死掉了也不要再吃药了 其妾难以佛前坑倒 他的爱妾就在佛前发愿了 终身吃素练佛 希望他丈夫病情能够好转 结果他妻子 他的爱妾发愿吃素练佛以后 不可思议的罗继桐这个病 就转好有转积了 就有转积了 就排泄了很多医水 不要而已就好了 所以英光大师8月份的时候到上海 住在太平市 9月初后前往镜内社 跟关种之罗继桐他们见面 虽然罗继桐当时身体不是完全恢复 但是气色就是纯净光发就是花亮 就非常的好 见到英光大师就很高兴说 师傅来了 我应该在上海跟你归一 我就不用到零人三世了 所以就决定选在初八 跟他的爱妾到太平市 受三规五戒 然后又请陈血罗 关种之丁桂桥 还欧阳时之 宜智年 任兴百等居士 陪着英光大师吃饭 然后 然后 初始的时候 又请英光大师到他家去吃饭 他还跟英光大师说 师父就是弟子的父母 弟子就是师父的儿女 英光大师当时有跟他讲一句话 英主不是普通人 英主当时有跟他讲一句话 但是没有讲白的 没有讲得很清楚 英主说父母为其极之忧 就是孔子讲那句话 父母为其极之忧 乳病虽好 尚未互言 当慎重 英主有跟他讲这几句话 他说你病才刚刚好起来 你要谨慎 习未民严所慎重者 为房事也 英主当时就不好意思跟他说 你要慎重就是不要做房事 不要进行房事 就夫妻的这个房事 结果到那个夜底 英光大师跟这几个居士 在龚德林开建立感化会 这个罗继彤也已会参理这个会议 大家都已经快解散了 有十几个人在那边留英光大师吃饭 罗继彤来了以后就交代柜台结账以后 讲几句话就离开了 他没有跟英主一起吃饭 英主当时看到他的面貌 简直像死人一样 前几天亮得不得了 那一天脸色像死人一样 英光大师已经知道他换的房事所致了 英光大师当时非常后悔 当时跟他讲 父母为其极之忧 未曾收起收以来 没有跟他讲很清楚说就是进房事 以至父兵以为以 结果造成这么危险 想要写信赶快告诉他这次 事情又太多了 没有把信寄出去 没有写信出去 九月初六至三 九月初六英光大师回到零年三 就寄一封信给他 集成利害 跟他讲这个利害关系 难以无可救药 不输入即死 不输入即死 信虽然到了 但是已经无药可救了 罗继统就死掉了 那么死掉的时候 观炯之要几个基士都来练佛 希望他往生西方 不要堕落 所以 这个英光大师讲的 他这个弟子 罗继统才46岁多而已 也就是因为这个社医 也不知道这个境界 不能够禁止这个爱遇 就死掉了 所以当时英光大师就说 必须要受罚给大家一个预防防护 这样大家懂得预防 就不会这样等于说 把自己的寿命都躲弃了 这样就失去了如来慈悲救苦之道 所以当时英光大师就 就取这个不可入而增定之 排印广布 排印以后就编辑成寿康宝剑 印竹的目的是希望几世 显知忌讳 印竹特别希望 世间人都知道这个忌讳的事情 我们这个盈利过渡里面 后面也都会提到秦卓安先生的修身立命借起里面 每个月哪几个日子是应该要忌讳的 那个就是印竹这里讲的忌讳之事 才不至于误送信命 这是印竹的慈悲 那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居士 他的母亲移之一千六百元 当时他母亲给他一千六百元 要印扇书赠送 印光大师就叫他印了 全部印寿康宝剑 以整清廉难尼以未为 印竹希望拯救清廉人 清廉难尼 让他们不要发生这个危险 所以罗继同一人之时 令现在未来一切夜池疏走 知首皆甚 印竹希望因为素康宝剑的流通 因为罗继同一个人死掉 死去 让现在跟未来一切 读到这本素康宝剑的人 都知道有所戒胜 并且欠转流通 辗转流通 辗转欠戒 输口即是同享长寿康 希望大家都能够同享长寿 健康平安 而冠寡孤独之苦况 日渐其少 我们这个里面也有讲 这个 这里面也有讲这个 如果你找王的话 这个可能 脸富双苦 害得你的妻子变所寡 就是印竹讲说 冠寡孤独之苦况 日渐其少 如是者有继同一人之时 那么这样就是因为 罗继同一个人的死去 令一切人各得受康 那这样罗继同本身他的死 他变成菩萨释仙 就是功德 祭同之死 唯有功德 怎么才是有功德 罗继同这个故事的公案 他本来他生重病 吃了很多药 后来他的妻妾 在佛前发愿 为他吃宿炼佛 回向给他 后来整个排泄完了以后 去见印光大师的时候 气色纯净光法 我们讲气色非常好 无以等着是没有办法 去形容 就隔了十几天以后 印竹在看到他说 其面貌之同死人 他的气色就像死人一样 才十多天而已 就发生这个事情 当时印竹有特别跟他叮咛 父母为其极之忧 父母只担心小孩子生病 他忧他什么 就叫他希望能够解释 印竹还跟他讲 乳病虽好尚未复原 当圣众 那个圣众就是房氏 所以印竹在这边说 祭统之死唯有功德 葬此功德回向往生 当必腐瀉沙婆高登极肉 腐瀉沙婆就是不再受轮回 高登极肉就是往生净土 为弥陀之地之 做海众之良蓬仪 那么罗继统就可以藏这个功德 往生西方 做弥陀的地质 做廉此海会的菩萨道理 孟子也 养心者莫善于寡义 孟子说 养心者怎么样把我们的心能够调伏好 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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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方法就是清心寡欲 其为人也寡义 这个人如果欲望太多了 爱欲太重了 就算他是长寿的命 也是没办法长寿的 健康的时候 康见时尚义结义 况大病死义乎 这几句话很重要 印竹说 在健康的时候 还应该要结义 结至爱欲 何况是生一场大病以后 绝对要禁忌这个方式 要禁忌这个方式 何况大病刚好之后 更应该不能够行这个方式 以上是英光大师所讲的 他的弟子 上海的弟子 罗继统的故事 跟我们现在里面 讲的这个 名其中徐信的这位 松江府的解推 所以故事几乎是一样的